《 女嬰暴壽餓死》 《 女嬰暴壽餓死》 《 女嬰暴壽死》 《 情侶誤殺罪成》 搞到女兒皮包骨 被出生時還要輕的狠心父母 性應誤殺 庭上,這對子弟戀父母一直低頭,零交流 案情說,他們06年同居 一年後生了兒子 去年3月,生了個重2.89公斤的寶寶女 被告拿4000元縱援 社工說寶寶女出生,可以申請綜合服務 去年6月,南秘局報警說寶寶女昏迷 救護員發現寶寶沒有呼吸物博,送院證實死亡 寶寶女只有2.68公斤,比出生時轉介警方 警方發現他們500平方呎的家裡 骯髒得不得了,全地都是用過的尿片和垃圾 一屋都是蟑螂四處走,廁所四處都是污水 沒有床單的寶寶床,非常骯髒 奶瓶的奶嘴還有殘餘的污衛物 驗室報告說寶寶是餓死的,眼球粒陷 全身的骨都凸出來,輕過痛令寶寶53% 皮下和器官的脂肪組織全部流失 南被告說不夠錢用 馮月尾就將奶開氣來餵寶寶女 同女友提過,女兒皮包骨打算提醫生 但連拿出生子的錢都沒有 就一直沒有帶寶寶女去打疫苗 就打算6月底拿了新縱援才去看醫生 首被告警戒下曾透露 每個月用400元買奶粉 剩下的來買尿片和日常用品 也會花200-300元買煙 南被告被扣押期間 曾企圖自殺,嚴正服藥 負責這個案件的人員看過寶寶女的照片後 形容是慘不忍道 他們都蓋探這麼小的身體 只剩下骨殼 五臟的重量,竟然夠同齡的寶寶女 小了近四至七成 友誼科醫生說,初生的三個月 是一生裡生長得最急最快的重要階段 而奶就是唯一的營養來源 應該是5.6以上 所以她沒有生長度 還會打到肚子 相信她的奶是不只開稀了一半 少於一半 兩個被告還押後判